今年第四度参与台北一岁节的剧场新锐导演李明晨推出最新作品《摆烂》 他从日常生活截取灵感 演员们没有特定的台词和剧情 而是在舞台上演出生活中摆烂的状态 李明晨说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很忙 真的很想要摆烂 什么事情都不要理会 没想到却从这些自我嘲弄中 新的剧作就此诞生 近来备受瞩目的剧场新锐导演李明晨 2013年的Deal All入围台新艺术奖 又受邀在今年新点资剧展推出《恋曲2010》 最新作品《摆烂》将生活中 不愿面对的事情摆在旁边 置之不理 真实呈现生活状态 摆烂好像就是置之不理了 或者是我就不想管他 然后他就可以任他自身自灭 当我们其实想要 把任何人事物摆烂的时候 自己也都 其实你都知道他在 你直接不想去管他 今天是李明晨第四年参加台北艺岁节 摆烂极具实验性 没有特定的剧情 没有固定的台词 参与的演员临场发挥 即兴演出 苹果出现了之后 我一直都会拿着那个苹果 那个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角色 可是你是会有一个进程的 就是你自己可能会先做什么事情 之后做什么事情 然后最后你会吃掉那个苹果 或是你会把那个苹果砸了什么的 我们因为苹果的消失变得很快乐 没有什么需要烦恼 没有什么需要担忧 他很安心在台北工作 我很快到台东看电视 李明晨将苹果消失比喻成百烂的状态 这次演出场地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实验剧场 他配合演出空间 拉开布幕 让阳光直接照射舞台 其实我的每一个作品 大多都是这样子在创作的 因为我比较会希望能够运用 就是演出空间 演出场地的所有特质 比如说像这边的空框 以及它的日照 演员们用夸张的肢体 变化生活中的细微片刻 艺术家用舞台剧 呈现他所诠释的百烂